狼队让二追三战胜RW侠 这一次没有了花磁树嫌疑 但节目效果还是挺足的 龟西完全打爆了弗赖 狼队前两局都输掉的情况下 请出了概念神 闭眼七 我就知道这比赛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第三局前期小胖的节奏有点炸了 都知道裴琴虎逆风很难打 此时弗赖就开始犯错误 他和无双在上路想抓小胖 本来打残状态就可以了 结果弗赖硬要跃塔 非但没有杀掉小胖 反倒是自己残血 被赶过来的龟西直接收下 第四局弗赖的亚连更是失误频频 前期敦草看到对面多人 第一时间想走 但是没舍得开大 结果被原流之子控住直接秒掉 中期的这一波 张飞和公孙黎已经站好了主宰的位置 准备打龙 亚连其实只要把对面位置卡住 劝退就可以了 包括露娜也没有必要上去打 但弗赖和无双两人明显是有点急了 弗赖被击杀 导致RW侠失去了主宰的控制权 那么龟西都做了什么呢 这一波看到公孙黎一闪接大招再接二技能 操作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伤害也全都打满了 只不过是差了那么一点 最终被公孙黎给反杀了 龟西复活之后 发现队友都已经阵亡了 只剩下一个敖影 二手四手加压力很大 可龟西也没有慌 这一次伤害灌满击杀了公孙黎 并且在敖影的配合下 把露娜也带走了 完成了极限手加 决胜团RW侠的决策依旧很失败 弗赖的亚连在上路带线 清完兵之后只剩下半血 此时狼队必须有人回方上路 是RW侠开风暴龙王的好机会 弗赖没有出霸者 所以选择了回家补状态 而RW侠四打三是可以开龙的 但张飞偏要去主动开团 其他人也都放弃了打龙 开始接团 结果团战没打过 龙丢了 真是到手的胜利都能送出去 决胜局 龙七选出了无双飞降 巧了 打的正是无双和飞降 前期龙七和弗赖的选择不同 龙七放了一波线来支援 而弗赖一直在打这个红buff 有人会说 马超支援比夏洛特快不是正常的吗 确实正常 但夏洛特打了十几秒的红 也足够他赶过来了 如果多一个人 前期这波团战的结果 很可能就会不一样 盗宰的公孙里也正是凭借这波团战 拿到了三个人头直接起飞 然后弗赖在清线时 位置太靠前 被狼队三人挤火 火舞的这波拆火其实还不错 但项鱼是真的想杀老队长 一个大闪将两人全部冻住 带走了夏洛特和不知火舞 狼队拿到优势之后 开始进攻野区 一生的绝活苏裂也很有画面 大闪拍到了四个 龟七马超进场操作非常丝滑 拿到双杀之后 又开始追不知火舞 顺利拿到三杀 然后追着弗赖的夏洛特说 用着弗赖的皮肤来追着弗赖打 这个画面多少有点唏嘘 导播先后给了两人的画面 似乎也是一种传承 这场比赛的弗赖 却是完全被龟七压住了 弗赖不知道此时此刻心里在想什么 对面用的是他的FMV皮肤 还是曾经他在狼队的替补 现在不知内心有何感想 狼队赢了比赛 不过失误也确实不少 小胖在采访当中也不敢太过高调 说实话我们现在就是一个 A组中下游水平的队伍 只能说不敢奢求那么多 对